香火不断 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就由这个十三贵僧救唐王保家为国 到了明朝的时候 抗击外族入侵 抗击海盗 少林寺僧人啊 可以说为国为民 做出了很多的英雄事件 塔林 安葬着少林寺历代高僧的法谷 这里是少林寺最神圣的地方 明朝的禅宗大师小山和尚 也安葬在这里 在他主持少林寺期间 正是沿海一带遭受窝寇侵扰的时候 明朝嘉靖年间 沃寇连年大举入侵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到处烧杀抢热 细节滨海城镇 致使人民生命财产 遭受的损失难以估计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时任少林寺住持的小山大和尚 曾数次派遣少林僧兵 到沿海协助奇迹光抗击倭寇 第一批取代就是叫边登和尚 他带了三十多个武僧 带三十多个武僧 第一次战斗很顺利 又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不知道和尚的功夫很厉害 小砍了和尚 小砍了和尚 这样的一大和尚的金戈铁棒 很厉害了 结果呢 就是说 这个一般下去 这个头颅烂了 打碎了 一般下去 胳膊断了 一般下去 推断了 棍是少林功夫中 最负盛名的兵器之一 在少林功夫形成的早期 僧人最先使用的器械 就是棍 到了明代 僧兵持铁棍参与抗击倭寇 保卫兵官等多次战役 使少林棍威震天下 倭寇还要骚扰啊 还要骚扰 这个皇帝就派这个武僧去 去这是小山和尚 小山和尚 据说他是 这个是无目劝赛 无目劝赛 甚至划帅政边 他就想了说 那这个我刀很厉害 光滚太单纯 就发了这个三国叉 这叫三国叉 三国叉 这个三国叉的特点呢 就是说 你倒来了 你倒来了 我这个龙脏 并且你倒下的地点 我一拨 我一拨 拨下去了 拨下去了 你再来 我一拨 拨回来了 他还是推断的 历史上 少林四僧人 至少既有六次 受朝廷征调 参与官方战事 屡见功勋 武僧们也多次受到 朝廷的嘉奖 这是明朝万历皇帝 自于武僧万安和尚 都提举塔的碑帖 以及明武宗皇帝 特赐三骑和尚 都提调总盐 官职的碑帖 是永信说 少林武僧 以正义勇敢的气节 和爱国利民的目的 参与了众多的历史事件 为化解社会矛盾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与佛教 普度众生 慈悲为怀的思想 是一致的 同时 少林武僧也遵守 僧人必须遵守的戒律 把习武作为修禅的 最佳途径 少林是修行 很注重戒律 戒律也是修行的保障 要没有戒律的话 就失去了 出家人的本质 也失去了武德 所以我们七长 禅武双修 以禅入武 以武修禅 禅武合一 在这少林寺的传统 国难当头 武僧有责 普度众生 护国为民 太平盛世 友谊桥梁 无数说是 发言于中国 实际处义 全世界 请继继续收看 护国少林 作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 菩提达摩被尊为信仰之神 禅宗不利文字 直接体验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 与武术的口传新寿的成传方式 有相同之处 因此 少林僧人 把习武作为禅修的有效途径 区别于其他流派 最大的特点 是禅武合一 禅为武的灵魂 武之魂 武为禅的一种表现形式 所以由少林寺僧人 练功 练少林功夫 目的是为了修禅 为了修心养性 使自己的内心 达到一种平静 安详的一种状态 少林功夫的产生和形成 离不开松山少林寺 这一特定的佛教文化空间 和武僧的生活方式 禅武合一的僧人们 对得意双心的理想境界的追求 使少林功夫成为武林中 最有影响力的流派 福玉禅室 原初少林寺防障 在他的主持下 少林功夫 确立了天下第一的王者地位 他本身武功很好 但他不满足于少林 武功夫的经历